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我唱歌 我小時候我只有 因為小孩不會懂太多事 我才知道我天下無敵的 大家看到我就是爭地惡 電視功課 大驚人氣 而且我天生對這種 音感 音感很好 聲音又很好 那個處理方式很好 唱歌是用處理的 唱歌用處理的 用處理的 什麼意思 我怕說你聽不懂 我知道 我如果聽就不用叫你來了 對不對 我來就好了 對不對 什麼叫處理的 譬如說 三明海世 兩人有酒爪 我現在唱最普通的聲音 什麼叫唱歌 這樣也是讓我們唱歌 三明海世 兩人有酒爪 你說好聽不懂 不懂 不懂 不懂不懂 不懂 所以一般人 唱歌就是 才會將歌詞跟音唱出來 是 用它最原始的感覺 所以唱 這些都是正常的 但旁邊這個東西 唱到我 我就知道 這樣唱 不懂 不懂 差很多 不懂 不懂 所以 所以 科病 我在唱歌 我是每一日 我的唱法都不一樣 我比方講 我的聲音 發出了共鳴 在哪個地方 這樣會太唱 不會 不會 我現在還要聽不懂 學習 學習 我聽不懂 沒有啦 因為 我暗算說 等你這個人都拿了 我就要來主持秀場了 你知道嗎 沒有 在這裡 大家做參加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唱歌 尤其全世界 台灣人最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 有時候都 有時候都 說一下 什麼地方 要這樣說 其實 剛才說的 處理就是 三明海世 要這樣說 因為我剛才睡覺 沒什麼聲音 現在不用聽我的聲音 我說那個 圍徒器 圍律 三明海世 那就是 中字 用說出來 這樣 像我的就是 三 三 三明 三明 三在這裡 鼻腔共鳴 三明 因為那個名 一定要鼻腔 三明 這樣不太聽 三明海 海 海就是在這裡 還放在這裡 海一直 管音的地方 都要唱在這裡 是 哪里 三明海 practise 上來 有 OK 這邊 protest 血 這是 是 我是 然後 聽起來 那個聲音 那個歌裡面 ��絕有感情 是 這個國民走來走去 你怎麼看過 幾天的光秀 我們台灣 我的認知裡面只有一個人唱歌跟我一樣的 那個叫鳳飛飛 他用翁生涯 對 翁生涯 怎麼說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沒有什麼 因為一般人唱歌就是那個聲音而已 你說什麼都一樣 卡丁 魚天 魚天什麼都一樣 陳蕾 他們唱歌就是 他們怎麼唱都那個口罩而已 但是那個歌行 譬如說沒有下衣 他沒辦法駕馭他 他就沒有辦法駕馭他 當然有一個也類似 江蕙 江蕙他也已經 但是他還差了一點點 我照顧的認知 就是說江蕙就是說 他什麼歌唱的 都保持差不多要九十九分這樣 像我跟江蕙那個 那個誰 那個鳳飛飛 就已經不在分數裡面了 是 沒辦法打分數了 沒辦法打分數了 就是說程度跟境界 我常常說程度 什麼叫做程度 就是說你只要 你只要高九十分 我只要高九十五分 我比你還要管子了 但是我們是境界 就是跟這個都無關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你考九十九分 是因為你的能力九十九分 我考一百分 是因為最多就只能一百分 是這個意思嘛 好 你拿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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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說 好說 好說 人家有學問而已 就是這個境界嘛 對不對 那個境界 你看這個世界 跟這個無關的 哭這麼別的 你已經進哭哭了 所以很好的 所以我們的境界 我們如果到那個境界 就可能 就沒有對焦了 是 就沒有想要再突破了 這樣就 真正爛爛的 我就贏了 你那是要 那是要補三大 所以也不說贏了 我告訴你 我聽說 我唱歌不一定比你更好聽 但是我只有一部 我就是比你更好唱 好唱跟好唱無關 怎麼說呢 好唱是在人聽的 有人喜歡聽高音 有人喜歡聽張宇松那種高音 有人喜歡聽低層 菜琴那種類似 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聽的人 我講低層 不管聽的人有沒有程度 那不管 就每個人喜歡的 那個歌是 知人聽 但是狗唱 那就不同了 譬如說 沈蘇阿爺 譬如說 沈蘇阿爺 這樣 適適的人 我們就有一些技術 沈蘇阿爺 適適的人 譬如說 就回來就對了 這個回答台灣 有一個跟我差不多啦 可以跟我承說飛魚青 OK啦 小哥 有一些改靈了 我說邊邊唱歌 他就回答 回答 所以你這個唱法是不是 台灣最早的RMB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RMB 但是音樂 唱日本歌這種 我們不能否認 全世界上的一定是美國 因為他們發明的 是 我們台灣沒辦法 我們台灣是歌謠 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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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 這個 有時候我不喜歡講太深 因為被得罪了 是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蠻看不起我們 我們啊 就是包括你 包括我們台灣 做音樂或是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還不能差 那人都覺得 我現在說得聽 那都沒有太多 音樂裡面有七音啦 羅列明我蘇阿斯 這是外國人的音樂 我們都做 五音 蘇阿 羅列明 有什麼說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C跟發的音 沒有C 我們少了C跟發 那個叫半音 沒有半音 它就整個結構 就是 不完整 對 所以你看 所以音不夠音 不夠音 減一體 什麼東西 不音水 真的 外國人下去才有和弦 因為它有C跟發的音 它才能夠 它有六條弦 它還可以自彈自上 國樂都不行 因為國樂只有一個音 每一種樂器它只能有一個音 所以它不能有和弦 它沒辦法有和弦 除非你有三把在一起 我彈多 你彈咪 你彈收 但是如果一個人就沒辦法 你看 你看 像我們中國的洋琴 都等於外國的鋼琴 它 可是洋琴也是只有一個音 它沒有鋼琴 它 就和弦 它沒有辦法 嗯 嗯 了解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你說 你說這樣 也不會 你說 你說 你也可以說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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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也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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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就很難 是啊 人家也會說 但實際上 一定是 人家管比較好 是 對不對 音樂也會說 他才能 因為 那個 那個什麼 所以 我講這個 這個音樂來講 所以 所以他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 還說太清楚了 算了 人家說 人家說 那一個 鋼琴在你面前 你起來 摸兩隻 你就了解他的樂理 我告訴你 那個是 莫札特 阿爾迪斯 是 四歲他就在 過往民情 在那 但他肯定四大人有栽培 沒有啦 四歲要怎麼栽培 四歲不可能栽培 那出事就好了 有些東西 他生下來 就與生俱來 你看 我們現在看 以前 媒體這麼沒有發達 我們還不知道 原來是有這麼 你看 你看 現在你只要上網去看 那孩子 三四歲 打過 跟交響樂 跟練習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就是與生俱來 可天文 哪天文 我現在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小孩 我小孩在唱歌 譬如說 白毛丹 我六歲還是五歲 我就知道他是 你蘇拉蘇拉 我現在譬如說 是 炎花如煮 你知道蘇拉蘇拉 對嘛 一般都沒有人知道 我就知道 譬如說 去到網路 我就知道 蘇拉蘇拉蘇拉 蘇拉蘇拉蘇拉蘇 我就知道了 我就聽得出來 我聽得出來 你聽得出來 跟段更金 要和弦 要什麼也無關 因為你如果聽不出來 你就不懂得音 是 那彈樂器 最主要你要是他的音 你 你 你要知道他住在住 你知道那個音是什麼音 你沒有音 你不知道要試多少 是啊 對啊 對啊 我這個沒有跟你解釋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 可是我第一次彈鋼琴 跟現在一樣 我就起床了 就很大 這個本能 這些都沒有進步 都沒有進步 我沒騰 我剛才你叫一個棋子 我就知道 要怎樣 本能 這我也要 那叫本能 你的本能比較少 是 那我這方面本能比你強 這樣而已 是 我請他講 我們頭腦裡面 每一條筋都代表著一種才能 其實 我以前講的 迷糠以前 他說頭髮 你知道我們身上 最沒有用的是什麼 頭髮 你說頭髮有什麼路由 最主要做的 還是說 還是說 賣光而已 頭髮 其實每一支頭髮 都有 他有代表著一個才藝 或是什麼 各方面 科學 什麼 是 他一定是這樣說 然後 他本來有一個星球 就是全部都超人 他就是這樣 就是 夫人跟夫人做派 做派 做派是什麼 他們就是 不行 他危害到其他影響 所以就把他們扁 把他們 驅離那個星球 把他們掛出 掛出 掛出要進行 他們頭髮的所有功能 都被消掉 待會兒 待會兒在地球 他說而已 但是 有幾個沒有消掉 不可以每個都消掉 處理得不好 對 危機兵 硬力的 還是科學 還是技術 然後他有 所以才會 這些人才有 在地球上 這樣就對了 對 對 對